5月4日,市社科联组织全市运河文化研究领域的专探学者一行到近海区 就进一步挖掘运河文化资源,推进运河文化代建设工作开展调研 近海区委宣传部,区民中文广局,城关屯镇负责同志陪同 活动中,调研人员时地参观料酒宣扎,城关屯运河文化博物馆 详细料解料当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 在随后的座谈中,市社科联领导介绍料八省市社科联推进大运河文化代建设 工作情况和开展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天津段征集活动情况说明 近海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料金航大运河近海段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开发利用情况 双方围绕近一步挖掘近海运河沿线历史文化资源,推进运河文化代建设计型深入交流 丝到河沿线历史文化处理